我们现在来看弧度量 弧度量的单位叫近 或者又称弧度 那跟我们熟悉的角度的单位度数之间的换算方式 我们通常习惯用拍近对应到度数的180度的方式来做转换 弧度的单位近我们通常会省略不念 所以通常我们习惯说是拍对应到180度 反过来一样180度对应到拍 对照下来一近度相当于是拍分之180这么多度 那大约会比60度稍微再少一点 大约是57度17分45秒左右 反过来一度大约是180分之拍近 那换算成小数的话近视值大约是0.01745近 在计算机中我们可以看到 RAD的模式代表的就是弧度量 DG的模式就是代表我们熟悉的度度量 另外一种理解弧度的方式是我们看 比如说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在单位圆上圆心角60度所对应到的弧长 是一整圈2π的1⁶倍也就是3π 而这个3π同时也是60度换算成弧度量的数值 因为60度是180度的3分之1倍 所以180度是π近 那60度相当于就是3分之π近 那我们换成一般的角度θ 所以其实事实上角度θ在单位圆上所对应到的弧长 就是θ的弧度 那现在我们来看 把单位圆的半径伸缩R倍 让它变成是半径是R的圆 也就是说如果是在半径是R的圆周上 那圆心角θ所对应到的弧长 相当于是原本单位圆上的弧长伸缩R倍 而在单位圆上面 θ角所对应到的弧长就是θ的弧度 所以在半径是R的圆周上 θ角所对应到的弧长 就是θ的弧度乘以半径R 我们习惯弧长用S来表示 所以我们角度的弧度量 相当于是弧长S和半径R的比值 而跟半径R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边要小心弧长和弧度 在看的时候可能不小心会搞混 现在有一个半径是R 圆心角是θ弧度的扇形 那它的弧长如果是S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弧长S 会等于半径R乘以圆心角的弧度θ了 我们现在来看扇形面积A的计算方式 因为圆心角对应到的是θ 相当于一整圈的角度 360度也就是2π来说扇形面积所占的比重 相当于是整个圆面积的2π分支θ倍 那原本圆面积我们都知道是半径的平方乘以π 所以这样在乘以2π分支θ之后 整理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扇形面积等于2分之1倍的R平方θ 之后在我们看半径是R圆心角是θ弧度的扇形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利用半径乘以θ等于弧长跟2分之1R平方乘以θ 会是扇形面积的方式来计算 这里要注意我们使用的θ的单位是弧度量不是度度量 我们来看范例1 现在有一个时钟的时针长度是5公分分针的长度是8公分 假设时针针间每分钟所移动的弧长都相等 第一小旗是求时针针间每分钟所移动的弧长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示意图 时针的针间在1分钟内它画出了一个扇形的形状 那它的半径是5公分 而圆心角的弧度我们要稍微计算一下 一整圈的弧度是2π 一整圈对于时针来说它相当于是走12个小时 每个小时有60分钟 所以相当于一整圈对于时针 它是720分钟走完的 那所以每分钟时针的针间相当于是对应到的圆心角 是720分之2π也就是360分之π 那如果换成度数的话 相当于是1分之1度 所以它对应到的弧长 我们就可以用半径乘以圆心角的弧度 5乘以360分之π 也就是72分之π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那单位是1公分 那如果这个时针的长度是1公分的话 那它的弧长其实就直接对应到它的圆心角弧度 也就是360分之π 再来我们看第二小题 时针的针间和分针的针间的距离如果是7公分的话 从时针和分针所夹的角度 那我们这边一样先画个图来示意一下 时针的长度是5公分 分针的长度是8公分 两个针间的距离是7公分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而且三个边长都知道 所以这里我们会想要利用余弦定理 8跟5这两个边长所夹的角度 余弦值cos 再来会等于2乘5乘8分之5的平方加8的平方减7的平方 那算出来是一个漂亮的数字 而且是我们熟悉的1分之1 所以这里我们会知道这个角度 它其实就是60度 那换成弧度量的话是3分之π 然后第三小题 它要在6点跟6点半之间 看时针针间跟分针的针间 距离最接近7公分是在6点几分 这里的数值取到最接近的整数 我们先看 时针的针间在6点整的时候是朝下的 而到了6点x分的时候 那它的角度会差距到360分之π乘以x 这里的360分之π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时针的针间每一分钟移动的弧度 再来我们看分针的部分 原本在6点整的时候它是朝上的 到了6点x分的时候 分针的角度每分钟 因为它一整圈它走60分钟 所以每分钟它走了60分之2π 也就是30分之π弧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分针的针间在x分钟后 它会差距30分之π乘以x弧度 所以合起来看 原本在6点整的时候 时针的针间相当于是分针的针间 顺时针旋转π弧度 而到了6点x分的时候 从分针到时针的顺时针弧度的差距 相当于是π加上360分之π乘以x 也就是时针走的弧度 扣掉30分之π乘以x 也就是分针走的弧度 也就是最后360分之360π 减掉11π乘以x 这么多的弧度差 那根据第二小题 我们可以看到 时针的针间跟分针的针间 距离接近7公分 相当于是角度要接近60度 所以我们先看 什么时候它们的弧度差是60度 这里因为是6点半前 所以从分针到时针的 顺时针弧度差 它的差角是大于0的 所以我们这边会计算出来 当它的差角等于60度的时候 我们的x的值是11分之240 大约是22 所以第三小题问的 最接近7公分的时间 那就是大约6点22分的时候 接着我们来看範例2 令a等于cosπ平方 是问下面哪一个选项 是对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五个选项中 除了第一个选项 是a等于-1之外 其他四个选项 都是问a值的范围 我们先看这个角度的部分 π平方 也要注意一下它没有写度数的单位符号 所以意思就是单位是弧度 而π平方的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πxπ 那我们知道π弧度 会对应到度数的180度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换其中一个πx180度 也就是πx180度 大约会是3.14倍左右的180度 所以我们先在图形上面看一下 这个角度的位置 3倍的180度 相当于是旋转了一圈又半圈 所以这里的πx180度 会再稍微多转一点 那多转的部分是π-3倍的180度 也就是大约0.14倍的180度 先看这个π平方的角度 它是第三向线角 所以我们马上先得到一个大概的范围 它的cos值会介于-1到0之间 我们先把145这三个选项删掉 我们观察一下剩下的第二个选项 和第三个选项 它们都有-2分之1这个数值 意思就是我们要判断cosπ平方 这个数字到底会是比-2分之1大 还是比-2分之1小 我们先看什么样的角度 它的cos值是-1-2分之1 而且又是在第三向线的 是240度或者是它的同界角 在单位圆上面240度和其同界角 所对应到的中边的点坐标 是-1-2分之1-2分之3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cosπ平方 相当于是π平方这个角度 在单位圆上所对应到的点坐标的x值 那我们也可以用千直线的方式来看 它们的x值的相对关系 cosπ平方会比-2分之1还要小 所以我们最后就会知道我们要选择第二个选项 谢谢大家